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再把十道愿望啊送一遍啊 一者礼敬祝福 二者成战如来 三者广休供养 四者忏悔业障 五者随习功德 六者清酸法轮 七者等何注释 八者长随菩萨 九者恒顺众生 十者普及回向 我们的学普贤恒愿的菩萨 时时念念的想到 向佛学习 所以长随佛学 为什么要学佛学呢 学着学佛利益众生 佛是随顺众生的 像我们所见到世间像 众生 种种业 种种烦恼 佛教化 佛教化众生 随顺众生的烦恼 这个大家 这给大家入师观想一下 佛只能跟你说很多法 八万四千法 八万四千法 说这么多 众生的 习气 各有各的烦恼 众生是随顺众生 度众生的 说那佛规定那么多戒律 让众生 佛所戒律告诉你 你要想清静 你造成佛所教授的 不该做的 你不要做 你不做了呢 你烦恼就少了 你对自己的烦恼 是由你心里想 口里说 身体所做 是你自己造的 假设你自己停止下来 不造了 不造了这个业就停止了 渐渐业就没有了 因为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应当得向佛学习 所以佛教授呢 我们就向佛学习 成随佛学 学佛学 佛对一次众生 是满众生愿的 他是不是违背众生的 所以第九大愿是横顺众生 随顺众生业 转化众生业 让动生清净业 佛只是给我们说个法 要么自己去做 佛不勉强的去做 因此呢 佛把众生 看成了 是未来祝福 以佛阳观众生 众生都是佛 如果我们现在看这个世界 倒病水火激进瘟疫灾害频繁 没有这个世界 是末法了 灾难了 灾难了 对这些灾难 我们的三宝弟子 包括佛丘 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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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何发心呢 你怎么样来转众生业啊 我们现在大家在这在这共同学习的时候 就是转众生业 这个法会很舒适 转变一些众生 代众生消众生的业障 所以你做任何事物 不虚心 不成愿 为什么啊 咱们经常口头语 业障 业是你自己造的 你自己造的业 给你自己做账卖 你还有抱怨吗 你不应该有抱怨 你要想得谢错 把你自己给自己所做的业账 把这个账卖拆除掉 从你心里拆除掉 不是形象的 咱上来讲 普账的恨愿 普账所行的 他所发的愿力 第九大愿就 带众生受苦 我虽然学了普账恨愿 学了八十年了 但是一想到带众生受苦啊 不敢想象 为什么啊 做不到 这个愿 不敢发 自己的愿仗 葬住了 葬身 匯钱 没有制服的力量 又怎么能带众生受苦呢 带众生受苦不是一句话呀 真要受啊 当你受苦难的时候 人们作为道友都害过病 当你害病你发过愿吗 你说我愿我这个病苦 把世间所有众生的病苦 我都给他们带了 既存我一身就好了 要能有这么一面的 菩提心 要有这么一面发过这个愿 你就是学普账恨愿 学好了 这就是普账恨愿 普账的愿力 一个是 这十大愿了 他把他总结起来 一个是理应三宝 一个是忏悔业障 一个向祝佛学习 叫度化众生 所以愿是十个 你总起来 就带一个众生受灾难 带一个众生受苦 向一个祝佛学习 这十大愿的总结 总结 我们把这十大愿 若果是想到普账菩萨 十大愿望 礼佛 战佛 供养佛 为了带众生忏悔业障 当然自己的业障 也在内了 念念的普账恨愿 念念的不忘祝佛 念念不忘众生 要把一切众生 都让他们转化 成佛 这就是普账恨愿 离经祝佛的心 承战祝佛的心 就为了化度众生 离佛 战佛 这个功德 就是给众生啊 为什么呢 忏悔众生的业障 因为众生有障 有业 闻不到佛法呀 普账恨愿 对那一些个 闻不到佛法的众生 愿待他们受苦 愿把自己的 所有修行的功德 都给给他们 都给他们 这个问题呀 非常之难啊 要是不难的话 那人人都是普贤菩萨 恨愿了 他难的程度是什么样子 咱们举个例子说 是吧 待众生受苦 咱有力量能带吗 怎能带 这个众生有病苦 我怎能带他 我病 不让他病 有这种力量吗 这个只愿 愿一切众生入世 愿而后得有行动 诺摩斯福恩在寺里头 拜佛念佛上殿过堂 一举一动的 念念之中 想到众生 想到众生 几十亿人口 这个地球上 信佛的 知道佛法的 是少之又少啊 非常少 那我们怎麽样带他 这个带的意思啊 从理上讲的 不是从世上讲的 理上讲的 前头跟大家讲过了 同一佛性 我跟众生是同体的 所以我们经常有两句话 无缘大词 无缘就是这个人 我印也不印的 什麽缘没有 他发起慈悲心来 带他受苦 现在在我们地球上 最苦难的是非洲 不什麽亚洲 文化水平又低 生活又低 而地球的灾难频繁 他们有十亿多人口 没有吃的 当然他们是属于热带了 不需要怎麽样穿衣服 这个我们怎麽样带他 不是要不去到那替他受苦 不是这个含义了 从体上说 同一佛性 性体是一个 圆呢 我们跟他没圆 没圆 但体呢 是同的 这叫无缘大词 没有圆 但是我们要给他的快乐 就解了圆了 同体大悲 同一个体性 凡事有其皆有佛性 同一提过 在他们受苦 我们自己感觉龙神的受苦一样 我有个道友 会 会离法师 他在非洲 这十几年了 行菩萨大 教会非洲众生 已经带了几个非洲的小孩跟他出家 非洲一点佛法没有 他能到那宣扬佛法 渡他们出家 就是他本身 吃了好多苦 受很多苦 要行菩萨大 他要利益他们 因此呢 我们知道 学普贤恨愿的道友们 这个心里得发 你要发这个心 你要去这么做 从小到大 从见到具体 最初很微笑的 渐渐就巨大了 这愿力呀 是逐渐扩大的 有愿 必满 说你发个愿 一定满你的愿 说我们现在发普贤的恨愿 要度尽众生 让一切生生都成佛 这个有一个最终是体性上的 众生本具的佛性 从体上 我们跟众生 同意提供 对 那么就是我们有折印 帮助一些众生 成佛 脱离苦难 但是我们跟他没缘呢 这才叫真正大词 无缘大词 没有因缘的 建设因缘 跟他广解善缘 就是这个意思 我跟一切众生 我跟一切众生 没有缘 解缘呢 有缘了 才能度脱 因为母学普贤恨愿的人 随时随地 其心动念 想到一切众生 当你得幸福的时候 回向给众生 一切众生 都幸福 生活都能愉快 那这不过不是他的究竟 愿众生究竟都能称佛 看这些苦难的众生 愿一些众生 都能离开苦难 这就是 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 这不是句恐话呀 这就是普贤菩萨的恨愿 现在我们学普贤菩萨的十大愿 基本上是学完了的 那个 从诵 祭诵 祭诵题材呢 就是再说一遍 就是 我们有时候 我的老和尚 红衣发俗 他讲恨愿品的时候 他就 割奖祭诵品 讲后半途的祭诵品 常行的不讲 我呢 我是讲常行的 不讲祭诵 因为祭诵大家念得很熟 常行解释清楚了 那后头的祭诵啊 你都能理解了 哎 六六爷 举一个祭诵吧 未来 未来一切天人死 一切意药皆圆满 我愿普遂三四血 受得成就 受得成就大菩提 所以 讲一个祭诵 讲一个祭诵做例子啊 这个常行都讲了 都讲了 现在 现在 未来 一切佛 未来一切天人死啊 天人死啊 天人死就指佛说的 嗯 教育天人的 教育天人的 只有佛 给这些个天人做老师 嗯 那佛的他的意愿 都满足了 佛成就了嘛 都满足了 嗯 把他所有满足的 快乐 幸福 撕给众生 教会给众生 是吧 这种榜样啊 我愿意学 我愿普遂三世学 我愿意过去 未来 现在祝佛 我跟三世祝佛学 学佛的目的 就是想成佛 受得成就大菩提 在一个祭诵啊 简单说 成佛度众生 度众生成佛 嗯 每个祭诵 解释起来很简单 哎 祭诵呢 就这么常常讲的 哎 对 对 这样 所有十方一切差 广大清净妙庄严 嗯 众会围绕住如来 嗯 他那个佛狗度啊 都是清净不可思的妙庄严 所以 所以我来问佛呀 说实际上我那佛 你过去没修行啊 这人家果斗都能掉妙庄严 怎么这个说不说去 这都不做哪个事啊 佛就用朱点大地 佛用脚趾变这个大地 整个的警戒 其数孤独员 整个都变了 变得清净佛狗道 所以那再会大众感觉不可思议 佛把主旨一修 佛用朱点大地 现象就不同了 佛把主一修 又回复轮撞 什么意思 一切众生业感啊 在各世界的众生 说释迦摩尼佛的一生啊 从他悟到修苦恨 在人间的视线 这只是化身啊 硬化身 佛的报身呢 我读梵王经的知道 庄严四季 卢舍诺佛 佛的法身呢 佩露哲诺佛 三身一匹 让普贤恒愿讲 普贤恒愿讲 佛所说的法 依据法 具处一切 法说法入世 所在的国度也入世 随众生见 随众生见 就是众生的知见 看问题啊 理解的力量 嗯 你是什么个文化水平 你见到释迦摩尼佛 境界是什么样子 对 如果你是 这无作恶式的众生 你看的这个世界 是无作恶式的 但是普贤佛在看这个世界可不是了 庄严佛果斗 他看见这个世界 一切祝福 乃至一切祝菩萨 都围绕着 围绕着佛 在菩提树下 说法呢 说法呢 这个果斗非常清净 跟释放的果斗一样的 跟极乐世界一样的 嗯 为什么我们见到是无作恶式呢 是你的无作恶感 你的无作恶的恶感 对 有的人他处的环境很好 他就很清净的 有的人处的环境很不好 他敢恶脸 对了 就举个例子吧 大家体会到 挖煤的工人啊 我在三西来的 三西来摇洞很多 挖煤的功德很多 那就是死了没埋啊 黑夜白日在那个摇洞里头 摇洞不像我们想象 进去几步就挖煤啊 没有的啊 进去几公里啊 挖了很多年了 我去过北京门头沟 摇洞 挖煤的煤洞 七十多公里啊 当你进洞采煤的时候 那个车的划车把你划到 十多公里 才到油煤的断面 为什么 挖了几百年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大家都知道 历史上 唐山大地震 唐山大地震怎么形成的啊 挖没挖的呀 把汤山给挖空了 挖空了还不塌下来啊 上头压还不塌下来啊 一切事物一切的业 众生自己造业 自己造业就自己受 过去我们有这么句话 前人摘树 后人乘凉 前人种的很多树 我们走那地方 太阳很大 走的很热 有横壳 就住在树下 凉凉一块 这个树是前人摘的 前人摘树 后人乘凉 对 这是好事 前人造业 那就给后人受罪啊 也是入室的 也是入室的 说人 就是一个人 人在自己在福中 他不知福 为什么 像我们作为道友 我们现在 在这个地方 来学华延经 学朴新恨一体 这真是咱们千百万劫 所做的善根 才有这么差弱的因缘 这个因缘不长的呀 因为我们做的善根不太深 如果太深就很长 但是如果你过去没有这个因缘 没有这个业 你想听到 大方广佛花安经的名字 不得而闻 你闻不到的 一声百声千百声 你都听不见 大方广佛花安经这个名字 你闻到已经很庆幸了 而又能学习 很不容易 所以在这个会上 众会围绕住入来 洗在菩提树王下 都在菩提树王 菩提树王不要刮形容那一棵树 是觉悟的意思 形容在这个觉悟之下 而来学习 大方广佛花安经 普贤横缘品 不要轻刺 我们虽然短暂的机会 学习大方广佛花安经 普贤横缘 这个姻缘 你是千百事重视的上根 你才遇到 不要轻刺 慢刺 所以每一个法会当中 都有佛在 咱们不应声 众会围绕住入来 洗在菩提树王下 不是一佛两佛 无量无边的度佛 说十方一切清净庄严的佛果斗 都是佛警戒 马一尊佛 跟释迦摩尼佛 平等平等 都在说法 就是咱们这个世间 十方无量清净果斗 祝佛在阳花安经 你做入室观 你做入室观 这个境界就属于您了 十方祝佛说法 一定有一些众生 唯有文法者 说十方所有众众生 愿离忧患常难乐 怀德甚深 正法力 灭出烦恼尽无余 这个意思呢 就包括我们在内 我们释放所有的众生 我们能够 带块堆 学习大方广化环境 那么一切的烦恼忧愁 在这个世间 停歇了 坐重不起 那么所有的道友们 都能够得到 花言法的利益 这个我们现在还体会不到 等你到你开了屋的时候 你就知道 我花言的宗旨 在什么时候种的 就告诉你们 那一天做佛 佛法 利益众生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佛说法不是白说的 没有因缘 佛不说呀 那这个因缘是什么 就是利益众生 所有十方做众生 都愿意 忧苦悲恼 都能得难乐 那么作为道友 你心里发个愿 我现在闻了 大方广化华经 愿十方四界 所有众生 苦难众生 得到清凉 这个做到清凉 是否烦恼的苦 烦恼的热恼 除掉 才能得到清凉啊 佛法 佛讲 给我们讲 将苦进灭道 因为苦进灭道 生起一些烦恼 因此我们要文法 修道 修道的目的 就断除烦恼 到究竟成佛了 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再一个寄宋 就是这个样子 愿一切众生成佛 我为菩提修行 是一切 一切的 一切法 取纵成取命 我们再一切取 天 人 恶修罗 地狱 乐鬼 出生 是六取 这六取是烦恼的 是苦恼的 那我们把这六取都脱离了 升到四圣法界 那这个环境呢 就都入法界 入到普贤恼愿法界 这是文普贤恼愿的 所得到的 所得到的 感应 感和硬 那么现在 在修行当中的过程而已 我们现在能够闻到法 有时候念念佛 有时候洗洗禅定 有时候听听经 在你这个过程当中 闻法 念经 修行 随哪一份都可以 虽然是没能成道 这个音呢 种下去了 这个果呢 一定会得到 不是一文法就成道的呀 没有那种力量 我们也没有那个根基 我们是见修 见尽得到的 不是顿修 所以现在一切在各个的 各个曲中 就在各个的本位上的吧 你能闻到大方广佛 黄岸经的福音和民 你绝对能够圆满佛国 这也是殊胜不可思议的因 这个因呢 必定刚果 由于我们过去 许是善根 所修的业 今生才会遇到 我们可以比较 咱们这个国度 咱们这个广东山 咱们这个深圳 就是我们深圳所 我们在这儿讲 普贤后院片 能够听到这个名字 恐怕深圳十分之一都没有啊 百分之一有没有啊 闻到的人很少 你再把它普遍于全人类 不是那么容易的 就是我们闻到了 说真正的信呢 能信吗 机会你这种的信 没有根 没有利 无根无理的信 信不能生根 信的力度不够 仅仅种个善根而已 为什么我这样说 十大愿望 是给地上菩萨说的呀 普贤菩萨给地上菩萨说的 不要说什么 能够照着普贤恨愿去行 你能够 每天都一遍普贤恨愿品 那也是你喜事的善根 乃至一个礼拜 都一次普贤恨愿品 乃至一个月 都一次普贤恨愿品 但我没讲普贤恨愿的时候 恐怕很少很少道友 都普贤恨愿品 这千百万劫恨愿 我今断见闻得受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这很不容易的呀 不要轻心慢心 把他放过 放过 在我们过去当中 现在我们所受的 是我们过去 或者在人道 或者在天道 大多数我们都人道天道 不会地狱爬出来的 在地狱出来的 你闻不到 绝对闻不到大方广化性名字 一定在天道 人道有善根的道友 过去的血命 所感受到 闻到了 但是这很难 但是我们心又如何呢 我们这个时候的心 不是清净的 我说这话 不是普遍的 道友心是清净的 有些个心 不见着是清净的 我们的心 能像秋天 八月中秋 那个月亮 那个光明 那个智慧 心里那个清净 有这种警戒相吗 要么心像秋月 八月十五的月亮一样 那清净光明 来受此 普贤恨愿 那么这心思想 就在这个世间 你想的很多 你能够把这些世间像 都指使到一处 指使到一处 能够来闻法 这各有各的因缘 今天我到那里 去我看 看我的道友 我叫他们来 听完经再走 他们说没时间 就这么个时间 没时间 我不会勉强 我仅仅就点到 你有善根吗 你跟着来听一听 没善根吗 各有因缘啊 你就走你的吧 这不是勉强的呀 不是勉强的 就一恋因缘 得有缘 过去没有两句话 千里有缘来相会 对面无缘不相分 有的带我要讲经的时候 他走了 有的就在外地 赶着来来听经的 有走的有缘 这都叫不可思议 我讲个故事 这不算是故事 我到四川边境 西藏地区 西藏地区 西藏地区有个穷海 穷海 这是诸葛亮 在争这个南蛮的时候 这个地方 诸葛亮在这定个建昌道 建昌道 倒台府 登个倒台衙门 所以倒台衙门发生地震秤的时候 就建昌道全部衬的时候 地震衬下去的时候 大概有这么半个月的时间 天天啊 这个地区人啊 听着那个海啊 呼呼响 后来叫穷海 原来是建昌道 想了这么十几天 听到有人喊 说时候到了 怎么还不发呀 他说不能发 一个没进去 一个没出来 人家大概周围的人 什么叫一个没进去 一个没进去 不懂啊 在这个穷海发生地震的时候 这个地区现在叫穷海 过去是建昌道的 倒台衙门 倒台府的 这天 一个送信的 那时候送信 不是现在优才啊 都把人绑在马上 把信绑在人的身上 到六十里 别人把他给他改下 把信取下来 完了再换一个人 再把信装上这儿穿 在这天时候 一个优才进来 一个优才出去 进来的人刚进来 除去的人刚往外走 地震了 地震了是地陷了 整个建昌道陷下去了 下一个地陷就变成个海 就冒水啊 水上来 那个水 跟着那个马菜的脚后跟 就不淹它 等它出去了 送到了 淹完了 后来我们去 现在 这个那种叫穷海 地陷下去 变成一个湖 内湖 因为那个湖的水 咸的 是清凉跟海一样的颜色 说就叫穷海 这穷海 是在宋朝时候地震 建的是诸葛亮 汉朝时候建的 方圆大概有四十花里的样子 就这一个水 就是那个地方有个湿碑 一个没进去 一个没出来 说那个水 发生水灾的时候 乃至有一个人不该死 得他出去 有一个人该死 必须到场 该死的没进来 没该死的没出去 说一个没进来 一个没出去 人才知道 这就叫因缘 这就法的不可思议 这四天上 事有很多不可思议 我要不是到过穷海 那个地方 我也不相信 但是那个悲伤说的 非常清楚 是 非常清楚 在离开 离着现在西康啊 大概有四十花里 四十花里 原来的老建成道 那是诸葛亮争南蛮的时候 的确 这是四十啊 那一定就叫穷海 随心一下 所以 一切事物 都有他一定的因缘 没有突然间的 咱们看见很多事 咱们不知道因果 咱没有天眼 看不到 一切法因缘生 对 懂得这个 天龙夜叉 酒喷叉 乃至人与非人等 所以一切众生于 西医 祝阴而说法 要以普贤恒愿的人 说我们出家修道的人啊 这我们四众弟子说吧 说你成就了 得了泄脱了 在世间 行道 你成就菩提了 要斗一切众生 也能成就菩提 再一个基于呢 就是说 要化斗众生 一切都能 成就菩提 虚以众因而说法 是普贤恒愿 哪一类众生 你给他说 哪一类因生 哪一类语言 哪一类给他说法 这个非常难啊 在大菩萨 文殊斯利菩萨 我在五台上 文殊斯利菩萨的故事非常多 有一次 文殊斯利 事现一个猪 猪的名字叫百合 大概就在 那个三下呀 现在金州这一带吧 一个农村里头 那么一个超三的老和 超三一个出家人 到超三 要下山了 另一个师父就托他 说我有一封信 你给我带叫个百合 你要听到 叫一喊百合 你就把这信给他 这个老姓一看 出家人托出来带封信 没关系 他说百合在什么地方 他说你不要管 你听到你叫百合 你把信给他 这人也 好吧 出家人嘛 受出家人委托就拿信 大概走着山西 金州这个地区啊 一个农村 听到那个喂猪的人啊 喊百合百合 他说这口已经百合了 我这信该交给他了 一看是个猪 那这个猪呢 能管一切猪 能管一切猪 那这主人呢 遇到什么事 要或者哪个猪该杀了 百合 今天该杀哪一个 那百合就把那个猪 就吊出去了 就叫做 那这百合 很通人性 这老修行一听 叫百合的 一看是个猪 管他猪啊 羊啊 他叫百合就行了 他说百合 你个道友 要么带付你个信 那个猪就站起来了 聊天机 他把那信 递给那个猪 那个猪就把那个猪 那就是 死了 你信上说什么 说百合呀 你该回来了 你别紧着在那 还有很多事要做 那就是文殊 斯利福的化身 这得那个 吴德森感应一段 就是 一切的语言 一切的行动 诸佛菩萨 什么都实现 实现 因此 我们就知道 释迦摩尼佛 并没入涅槃 那也是四线 大家都读过 地藏经 地藏 释迦摩尼佛 亲自跟地藏菩萨说 我并不是在这个世界上 仅限佛身 一切众生 我都在现 我一直都在度众生 那佛自己说的 对 地藏经 不是假的 那么就知道 一切事物 都是普贤的 微妙恨愿 咱不应识 来自我们一举一动 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经常念一个记者 讲此身心奉尘差 我把我们这个身 碎为微尘 奉尘奉得差动 这才真正名为报佛嫩 实在名为报佛嫩 又发普贤恨愿的 得有这种心量 亲修清净般若密 恒不妄似菩提心 灭除战狗无有余 一切妙恒皆成就 说想你想修一切法 想修行门 都能成就 但是得有个菩提心 失掉菩提心了 什么也不成就 这个技术呢 就是我们修的法 都是道悲难的法 都是聊生死的法 道悲难就聊生死的法 但是 你不要把菩提心忘了 恒不忘死菩提心 菩提心就你最初发的心 菩提是觉 觉悟的心 可不要忘掉 念念都在菩提心当中 念念发菩提心 你所有的战狗 你所有的战狗都被你发菩提心的心力啊 给灭除了 在这个时候 你所行的菩萨道 所修的 你一切利益众生的行门 都能够成就 在华安经是讲 初发心是成正觉 当你一发心 就这么出家道友 或者我们在家道友 说我发菩提心 要利益众生 要行菩萨道 你就成佛了 初发心 跟你成就那个菩提心的 佛心 这两个心 初发心 跟你成就那个究竟佛心 入师二心 哪个难呢 入师二心 初心难呢 要发了菩提心 一定能够究竟成当 没发菩提心的 龙眼门都没有 没有那个种子 发了菩提心的 才有那个种子啊 同时呢 我们要 以大悲心 利益众生 而没有国 你常修 惯想的 勤修 清 应 波罗密 这句话这么讲 你所证的 所修的 随便你念去 阿弥陀佛 念一圣 大乘经典 随便你修 哪一法门 我说你参念 不是谁 都算在内 这就叫清净 波罗密 里头没有贪 没有吃 没有嗔 没有吃 烦恼 清净 波罗密 这一句话呀 把你所修的法门 都包括在里面了 你所修的心 对 你行动 所修的法门 就是修行 都是清净的 为什么 你主导修行的心 它是清净的 清净心 发起清净的行为 所证得的清净的果 我们念佛也好 穿禅也好 读诵大乘也好 但是这上的有一句话 出发心是集成正觉 入室二心出心难 出发心跟你到成佛的时候 一个成就了 一个刚发起 哪个难呢 哪个容易达到 哪个不容易达到 入室二心出心难 说你一发到菩提心 决定能成到菩提果 说你不被发菩提心 那果怎么成啊 究竟心怎么得到啊 所以 这两足心 出心非常难 入室二心出心难 这普贤普达教授我们 教授我们 说要想学普贤恨的菩萨 凡是学普贤恨的 都是菩萨 不要把它看成太难了 说你要行一千里路 得你最初开始走第一步 最难的是第一步 只要你走了 上了路了 千里之先 在于足下呀 还有我们大家都熟悉的 万丈高楼平地起 那个佛国 成就佛国 是从你初发菩提心 得来的呀 不过你最初 没有发菩提心 没有证个因 那个菩提果又怎么成呢 因此我们在座的 都是未来祝福 因为你闻到大方广播话 已经普贤恨愿 你自己没发 还没发 但你随喜 你听着人家说 大家学习普贤恨愿 你赞成 高兴 没反对 你就入了普贤恨愿了 如果你能发心 随喜赞叹 发心修心 要发普贤恨愿的心 那你就从现在开始起 你是到你成佛 当你成佛时候 你再回忆一下 我这个是在南专步走 舒伯斯基南专步走 南专步走 有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在那洪法寺 发过这个心 发心源于出地 但是难得 难得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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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难得你发心 所以我们对我们现前的一面 今天能够共同地学习普贤恨愿 这是不可思议的 也不是梦想 也不是愿 这是恼愿的 怎么会是恼愿的呢 它变成必愿的了 我来顶的老和尚 我们的大和尚 让我来讲讲普贤恨愿 那发起的什么大和尚 大和尚让我讲讲 那我感觉我很高兴 我就来跟大家学习学习 我们共同地学习 那么大家也要回向一下 共同地合掌回向一下 主愿 我们在佛的光明中 具足真正的幸福 真正的快乐 我再念一遍 主愿我们 在佛的光明中 具足真正的幸福 真正的快乐 主愿一切众生 具足真正的难乐 真正的吉祥 主愿一切众生 具足真正难乐 真正吉祥 祝大家吉祥